有时候早上也会下午啊 发那个每天三句话有没有备案 那么那个的话之前是跟大家说 建议大家来被建议去读一下 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改了一下形式 改成什么呢 改成是强制的 所以大家学习的时候呢 有时候确实是不太自律嘛 就想着说谁呀 这个学习呢 反正是我的事 我想学就学不想学拉倒呗 不好意思 今年我们考试的话呢 这个事儿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了 还包括我在内 所以呢咱们从今天开始要强制的去背了 好吧 每节课背不下去没有关系啊 不用说咱们背的非常的全嘛 里面有些关键词 又不要去写 又不是要去默写的 所以说呢没有关系啊 关键词都掌握住了 能够把题做对那就行了 写写也可以 每天得看几遍那就行 不要说看都不看 写通话呢等于是没有没有看啊 好了 来那我们就正式来 开始上课了 往下讲 上节课我们讲第一章呢 还没有讲完 剩一点点 我们讲到第三节行政行为 这一节里面了 那么第三节的话呢 它东西比较多 包括了五个大的标题 我们讲完了一和二 还剩最后三个 三四五这三个标题 先说一下 剩下的这三个标题呢 都是考试里面分值比较低的 这些相关内容了 而且考点是非常固定的 所以无需去深究太多 还是老样子 咱们来把握重点就行了 毕竟这一课啊 我会回回提示的 它东西确实太多了 所以呢 硬是为主 好吧 来上课了 我们来开始看一下 我们的第三节里面 第三个小点 叫具体的行政行为 那这个点的话呢 咱们考试 在这标了两颗星 其实标两星的原因是因为 一个呢 我们的教材大纲里面 它所写的是要求掌握的 一个方面是因为咱们在后面学习的话呢 学第二章行政许可 第三章行政处罚 第四章行政强制 它们全部都算作一个具体的行政行为 所以是给它标了两颗星 但其实啊 这个考点呢 放在我们的第一章里面 是没有什么可考性的 所以呢 在后期咱们学习一个许可 强制和处罚的时候 那么它们是一个考试的重点 但是这的话呢 咱们还是来去简单了解 就完全足够了 好吧 那么在这节里面呢 我是有些点标了重点色 标黄了 还要写了绿那些 加进来的一些小的口诀类的 有些是完全没标 是白色的 所以呢 咱们还是看一些我标的又行了 不用看那些完全是白色的一些东西 没有任何的必要 好吧 来 先看一下咱们在这所列的 具体行政行为中的第一类 行政证收 后期不会学习 那么什么叫行政证收呢 看一下例子 比如说大家学习税法 咱们要学税收 税收在干什么呢 在我们要钱 对吧 这就是行政机关 它在问我们要钱 要财产 所以它就是一项 比较典型的行政证收 再是我们的社会保险 这些钱要给到行政机关吗 要给 那它是无偿的吗 是 所以呢 像我们的税收 像这个社保的征收 它都是行政机关 来无偿 跟我们去要一些财产 这就是所谓的行政证收了 包括后面还有一些相关的 这个举例啊 像一些我们的土地 要去征收呀 都算是一个行政征收的范围 了解即可 不用去看这个概念了 它有这么三个特点 还是了解即可 第一想是说呢 我们的行政证收 它是行政主体 对公民 法人或其他组织 实施的一种单方的行为 来咱们回顾啊 上节课说呢 什么叫单方 那就是我们的行政机关 我想去征 需要你同意吗 不需要的 不好意思 该说什么税 我说了就得交上来 所以他不用经过对方来同意 因此呢 他是一种单方的法律行政行为 这第一个特征 第二项特征呢 也比较简单 说行政征收的实质 在于行政主体 以强制方式 无偿取得相对方的一个财产所有权 大家学说税法 应该也比较熟悉啊 咱们说呢 税收有那么三个特性 叫强制性 无偿性和固定性 而且上几课咱们也说 行政行为呢 它具备一定的强制性 不然的话呢 让我交税 我交嘛 我肯定不交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项特征 第三项说 行政征收 它的实施 必须以相对方 附有行政法上的缴纳义务为前提 我们说呢 行政征收 它是具无偿征收的 你无偿 我去要财产 肯定得是法律说了 能要 我才会具无偿给你的 对吧 像我们的税收 咱们有这个纳税义务吗 有呀 所以呢 社会机关它可以去征税的 这是我们的行政征收 它一个大致含义 了解即可 第二项是我们的行政起付 那么行政起付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关键材料 行的 比如说有一些发放退休金 这个退职金啊 失业救济金 像我们的最低生活保障之类的 它在干什么呢 说白就是 它在照顾弱势群体 在照顾弱小 因此啊 行政起付呢 它其实带着一定的同情色彩在里面的 一般针对一些特定的主体 像一些年老的呀 或是那些没有什么劳动能力的 或是呢 现在是已经失业了 都算一个弱势群体 需要去帮助的 这个叫行政起付 了解即可 它有以下这么三个特征 第一想说呢 行政起付它是一项具体形成行为 废话吗 这不就是 我们这个大典讲的是一个具体形成行为 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具体形成行为了 没得说 第二想说呢 它对象是一个特定公民 一般我们说就是一些弱势群体啊 像我是年老的呢 我没有去这个挣钱的这么一个能力了 或是呢 我是残疾了 我没有去挣钱能力了 或是呢 我家庭太贫困了 像一些低保护呀 那这些是我们一个特定对象了 它不是给所有人的 第三个特定呢 了解即可 说我们这个内容的话 它可以是给予一定的物质权益 或是一些物质相关的权益 说白了就是 咱们说挤付挤付的话 来些实在的 对吧 像奖励呢 咱们也比较熟悉 一般的话 我们公司呢 要去奖励的时候 可能给一个口头表扬 说今年我们端午节发什么呢 发一个口头表扬 发一个口头这么一个承诺 它有用吗 没用 所以咱们来一些实际的 因此我们要的是 要么是一些物质 像我们的钱呀 或一些食物东西都可以 再或者说是 免费教育 免费治疗这些 该花钱 你把钱我免掉的 都算是一个给付 别说给我一些口头安眠 你说呢 说我这个失业了 哎呀 好同情你呀 说这句话有啥用呀 没用啊 这是我们的第二项 行政给付 了解即可 第三项是行政的奖励 那么行政奖励呢 咱们还是看名字就行了 奖励奖励 在讲谁呢 一定是一些做出贡献的人 才会奖励的 对吧 所以它是针对一些 我们对社会和国家呢 做出一定贡献的人 来给一些物质呀 或是一些精神的奖励 那像奖励呢 它跟我们的给付 就不一样了 不太一样了 咱们说给付是 拿一些实在的来 给一些钱呀 或一些物呀 或一些免费的 救治免费的这个教育 但是奖励呢 可能是一些物质的 给一些钱呀 或给个奖杯呀 也可能是口头 给一些相关的表扬 这是我们的奖励 它跟给付一个不同之处了 像我们的荣誉称号呢 虽然说呢 咱们也没有 没有什么实质用处啊 但是让心里比较开心嘛 这是一个行政奖励 一个小提示 还是了解即可 咱们说 企业学校内部 及社会团体 这些机关单位 他们所进行的奖励行为呢 都不叫行政奖励 为啥呢 因为行政奖励啊 它带着行政两个字 说明它是行政机关做的 那你企业是行政机关吗 不是啊 所以呢 你的奖励 肯定不可能是一个行政奖励的 这是我们的第三项 有关于我们的一个具体行政行为 了解即可 那第四项呢 还是简单看一下就行了 说行政确指的是 行政主体 依法对相对方的一个法律地理啊 法律关系等等的 来进行甄别 并且确定和认可 这么一个宣告的行为 比较典型的是 我们会看到 在路上的时候呢 假设两个车撞的话呢 要干什么 要去进行一个交通事故的认定 来看一下 这个事故呢 是责任在谁一方 在你还是在我 这就是一个行政确认了 那它有这么几个特征 还是去简单了解 第一次呢 我们说的是 行政确认 它要以书面形式 拿去表现出来 要是行政行为 那么在后面的话呢 我们会看到好多处行政行为 像我们的行政许可呀 像强制呀 像处罚呀 都有一个共通要求呢 就是行政机关 它要给我们一些相关的文件 像我们这个本本呀 那个证书呀 或一个行政处罚决定书 或是什么行政强制决定书 都一定得是书面形式 能够看得见的才可以 口头行吗 不可以 这是行政确认 它的一个特点了 那么对行政确认呢 有些是一申请 有些是一职权 说白了就是 像我们的交通事故认定的话呢 有时候我们要去申请嘛 不需要的 那么当交进来的时候呢 它会去依据它一个职权 来认定怎能是谁的 这个叫一职权 叫主动做出的 或是有些是一申请 那比如说咱们有些叫什么呢 收养登记 收养的话呢 那一定是当省得去 我们行政机关那去报上去 咱们才会去登记的 所以它算是一种一申请的 了解即可 那这是我们所谓的行政确认 它的一个大概的含义 好 第五项呢 叫行政监督 行政监督呢 也是比较简单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是我乱拔树啊 把这个森林的全破坏掉了 行政机关罚我干什么呢 让我来种树 把树那全种起来 那它不得去监督吗 但凡它不去监督的话 我会去种树吗 我估计我是不会的 没那个精力 没那个时间 所以呢 好多事儿 咱们都得去监督 而且后期都会反复看到的 像咱们学习的一个行政许可呀 会看到要监督 行政处罚和强制呢 他们都会设计一件的监督 这是我们的第五个具体的行政行为 它有这么几个特征 建议大家不用去看了 完全没有必要是考核 考试的话呢 是一定不会考核到的 浪费时间 好 那第六项的话呢 是行政裁决 行政裁决它指的是 我们的行政机关 我站在中间 然后呢 两方是我们的老百姓 他们有些纠纷了 咱们来去裁决 裁决看一下谁是谁非 对于行政裁决呢 它其实有这么一个特征 需要去简单看一下 一般呢 它不是说 任何的主体都能够去做的 而是某些特定机关 它才能够去进行裁决 最典型的是公安机关 那公安机关呢 还确实功能比较多啊 好多事儿一出来 来找公安机关能够解决的 所以我们一定是 现在一个特定的机关 才可以来去做的事情 第二个小特征是 一般的话呢 我们的行政裁决 它的对象是一些特定的 民事纠纷 也就是说呢 不是说所有的事儿 你都能够去找一个行政裁决 一般它陷在那些 比较专业的事上 像我们那些 这个著作权纠纷呀 对不对 那我说这个东西是我的 你说是你的 到底是谁呢 来裁决一下 这是我们的第二项特征 第三项呢 说的是行政裁决 它是行政主体 行使一个行政裁判权的活动 有一个法律的权威性 废话嘛 行政机关系 它做的事情 怎么会没有权威性呢 这是行政职权 一个整体的特点 第三项特征 最后一项呢 是行政裁决 它是一种可诉的 具体行政行为 也就是说 当我们对行政裁决 不符的时候 可以去起诉 当然 给大家挤了一个小疑问啊 有同学来后台提问过 说是 老师要我记得之前 好像讲过一个行为叫什么 叫行政终局裁决 这是个行政裁决 我记得你好像说是 行政终局裁决 不能够诉呀 不能够起诉呀 为什么说行政裁决 可以起诉呢 因为在行政裁决 它中间没加终局两个字的时候呢 它就不是终局的 所以是带了终局两个字 它才叫大结局 它才是不可诉的 而没带这个终局两个字的话呢 在我们的行政行为这 基本上 大部分它是全部 是可以来起诉的 可以去找法院 包括后面会学习 行政许可强制处罚 他们都是可以去找法院去裁判的 那这是我们的行政裁决 这项特征了解即可 哈哈说什么呢 说感觉啥也没记住 太灰色了 记不住的 给大家说过好多回了 在我们的这一课里面呢 行政法是最灰色难懂的 是最难的这么一边 所以呢 大家一定是说 这一边听完之后 就好像没听一样 非常寂寞 听了寂寞一样 因此我还才给大家 每节课呢 每天的话呢 布置这么一个小作业 要求大家每天去读三句话 因为一个点 当你看到一遍的时候 会感觉比较陌生 那么看两遍三遍呢 像行政裁决这几个字 你就比较熟悉了 虽然说具体的东西呢 不是那么的清楚 但是应对我们的法律 这颗考试 是完完全全足够了 所以老话啊 怎么考试 怎么考 我们怎么来 要去钻线 牛角尖 好吧 好吧 劝退章 那么不是劝退章 是劝退的这一边啊 这一边都是劝退的边 好 来 那刚刚我们讲的是一个行政裁决 第七个 最后一个是行政协议 是指的 我们像这个老百姓的话呢 他跟我们的行政机关 来签一些行政相关的协议 一方是官一方是民 这叫行政协议 那对协议的话呢 他比较特殊 了解即可 他呢 是一个典型的双方的行政行为 我们说行政行为的话 他其实大部分都是单方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行政机关 他要做的时候 跟我们商量吗 不商量 你同意不同意的话有什么影响吗 没有影响 比如说 蒸水 蒸水这个事情 我不想蒸人家跟我商量吗 不商量 我不想交应还得交应 但协议不同了 一般呢 我们看到协议的话呢 他指的是双方都得做起来 去尊重咱们当身双方的意愿 才可以 所以呢 他是需要一定的 咱们的相对方去 同意的这么一个行为了 但是我说一定是因为 不是说呢 那咱们双方是完全平等的 还是说呢 人家是高高在上 咱们是稍微呢 储家比较低的这么一方的 这是我们的第七项行政协议 它的一个大致的概念 好了 第三个点呢 我们先了解到这啊 具体行为考试呢 是没有什么考点的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什么考点 那么接下来呢 来我们看一下 第四个小点 第四个小点呢 叫行政行为程序和行政程序法案 你看这个标题呀 起的真是绕是吧 在说啥呢 在说我们在学习行政法的时候 那么它的难点 存在一些程序上 好多个程序 会涉及行政许可 行政强制 行政处罚呢 他们有一些申请呀 像这个公开呀 像一些我们的受理呀 以及决定的各种程序 那么在这个程序中 又有哪些原则要遵守呢 这个叫行政行为程序 以及行政程序法 标题非常的难啊 非常晦涩 但大家千万别去力求 把行政法的这些概念 给他搞懂了 没有必要的 好吧 好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行政行为程序和行政程序法 他在学哪些东西 总共就包括了两个小点嘛 一个叫行政程序法 一个基本原则 在行政法中 大家会看到好多好多个原则 每一章的话 一般都是开头就学原则 比如说咱们学什么呢 说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再学一个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 后面学行政许可的原则 学行政强制的原则 那么原则的话呢 整体上考试会考吗 会考 但是原则呢 一般都是考试中会在每章里面 说那么一个或是两个原则 所以它重点非常突出 可以说是它比我们的名法中呢 虽然说学起来会感觉更加灰色一些 但是啊 哪分是绝对更加好难的 它太死板了 没有什么灵活性 大家务必呢 咱们去克服这么一个惰性啊 再来是 我发现啊 现在呢 讲行政法的话 由于太晦涩太难了 所以要时不时给大家打一个鸡汤 打一个鸡汤打下鸡血 这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中间呢 咱们插个那么小个两三分钟啊 是这样的 以前呢 我考试的时候 确实也是每天学习会学到哭啊 感觉说这个题怎么就这么难了 我怎么就记不住呢 怎么听不懂呢 所以学不下去的时候呢 出去啊 带耳机边走边哭 哭一会儿呢 就回来继续做着学习 然后每天呢 学不下去的时候 会有一段话 每天呢 我去复制一遍 敲一遍 敲在QQ空间里啊 说起来比较的不好意思 还是一个比较古老的社交软件呢 在QQ空间里 有一段话叫什么呢 我们清楚的知道 我们是无法通过躺在床上 来熬夜玩手机 得到一个理想薪水对吧 我们也知道 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一些 不准编辑的空想就空想 通过这个空想得到你想要的一些东西 对吧 那么其实每个人的话呢 我们无论生活还是个工作 还是我们的学习 都是不容易的 那么今天呢 你感觉说是 我好像学习啊 我在学习边在文 你感觉你在这个 好像在浪费时间啊 好像没有那么快乐 但是现在这些韬光养晦的日子呢 其实都在为未来的 有一天在做铺垫 比如说是咱们未来呢 要考这个试 要把试图考过 要通过 要通关 要及格 要拿证 要换一个工作 有一个高薪水 对吧 所以呢 其实每个人都是不太容易的 但是就像我们以前 有一句老话说的比较好呢 说你总要打败一些 你所不喜欢的 才能得到一些 你所希望有的 想得到的东西 对吧 所以呢 该学习还得学 抱怨的话呢 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好吧 来 看正式的知识了 那么来看一下 我们行政程序法 它有哪些基本原则 四项原则 分别是公开 公正 以及参与和效率原则 现在可能感觉 没有什么感受啊 但是后期呢 我们每选完一个行政行为 会有一些程序 会去学习到的 所以会理解 更加透彻一些 今天呢 咱们先去表个大概就行了 它首先不是考试的 重要考点 是一颗星 所以是简单了解 就完全足够了 先看一下第一项 什么叫公开原则 公开呢 说白就是 我们的行政主体 行政器官 你要干什么事的时候 先告诉我这个事呢 哎 它到底是 我们能不能干 对不对 比如说呢 咱们后期会看到一个行政许可 我们说是 我们如果说想去成立公司的话呢 要拿一个许可 那这个公司呢 它成立的时候 要登记的时候 要拿哪些东西 要提前公开了 让我们知道才可以的 或是呢 咱们说 行政机关 会可能处罚我们 对不对 那你要提前告诉我 说是 这个事呢 我不能干 当我干的时候 你要来罚我 所以它都是一个公开原则 包括了 我们的行政行为的依据要公开 你依据哪个法要公开 咱们能查询 或是呢 我们的程序要公开 那么或是呢 咱们这个信息全要去公开的 现在没有什么感觉 后期会看到 公开在行政法中 是非常关键的一项核心要素 但它不是单独拿出来考的 而是穿插在我们的每个章节里面来去学习到的 这是第一个原则 了解即可 第二个叫公正原则 什么叫公正呢 大家来回想一下 我们说 上节课讲到的第一章 叫行政法的理论 这些基础的东西 在基本原则中存在一个原则 叫合理性原则 我们说呢 合理性中间有一个原则要求是 咱们应该是一碗水端平了 叫公正嘛 所以这是一样的 完全是一样的道理 只不过是咱们说行政法有个特点是 它们法非常的分散 非常多 所以呢 在整个的理论中 咱们来说一些原则 后面是每一章再说一些原则 很多是重合的 公正就是 行政机关 行政主体 咱们在做出一些行为之前 要平等的对待当神 我们俩条件一样 能够说偏袒吗 不能够 所以不能够来不平等 不能够去偏袒 这就是一个公正原则了 例子啊 先别看 因为后期呢 咱们会学到一个行政处罚法 还会看到好几回这个相关的表述 好吧 好 那第三个原则叫什么呢 参与原则 参与呢 是说 在我们的行政机关 他在做一些行为的时候 我们有参与的这么一个过程 很简单嘛 你想想我们后来 后期会学什么呢 会学个行政处罚 那么当我们的交警 对我们罚款的时候 难道你让我一句话不能说吗 不可能的 一定是我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不服 你得允许我说出来 让我参与进去才可以的 包括是 咱们要去成立公司 要去申请一个营业执照的话 那么你要我参与进去 要把这个东西报给你呀 对吧 所以它都是个参与原则 不能说是 我们关管名 关管名 没有名去参与 你管什么管呀 管谁去呀 是参与原则 第四项是个效率原则 效率呢 我们在后面会看到 现在呢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 是我们要去减证放权 减证放权 所以以前是 办一件事情 可能说要跑好几个地方 好几个窗口 好几个行政机关 特别麻烦 但后来是减证放权嘛 咱们好多地方 存在一个行政服务大厅 跑一个地方呢 可以办所有的事情 这就是个效率原则了 这是我们所谓的 行政程序法 它的思想基本原则 了解即可 好 那么在行政程序法中呢 第二个大的点是 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制度 先说一下 这个基本制度呢 可以说是我们本节里面 在我们的第一章 剩下部分里面 最关键的一个考点 但是这么多的制度 实际制度全考吗 不是的 它考点呢 特别的固定 所以大家来把握考点 就完全足够了 在十年中的话呢 这个大的知识点 它能够考到两到三回 而且是考到两到三回的时候 一般都是固定考的是 咱们在这所看到的 第七项和第九项制度 所以呢 咱们像剩下的那些的话呢 咱们通过一个名字 去简单了解 就完全足够了 而像七和八 他们的名字非常晦涩 所以需要去适当的 来去背记一下 但不用背记一个场巨子 先看一下 我们的这项制度 总共包括哪些 包括是信息公开 有回避 有行政调查 有告知 有这个催告 听证行政案件制度 说明理由 以及教室和时效制度 这是在第二个标题下呢 它列出来的实项 当然 第三个标题是 我们的教材所专门 所列的一项 叫政府的信息公开 它也算是一项制度啊 不过呢 是单列出来了而已 也不是什么重要考点 来 你像一下来过一下 过一遍就行了 过一遍就行了 第一项制度叫信息公开 首不首 特别首 因为刚刚我们说 在行政程序法里面 第一项基本原则 就是公开原则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它就在说 现在呢 我们的行政器官的话 那些我们应该去 设定许可的事情 那些呢 你处罢我的这个理由和依据 全得提前告诉我们 这就是一个信息公开制度 简单了解 那么第二项制度呢 叫什么 回避制度 后期会看到的 什么叫回避呢 我们会学习一个行政许可 先去简单了解 行政许可呢 比较点心的是 假设啊 我们一个化工厂 我想去排污水怎么办呢 我得拿许可 得去申请一下 给我一个证才可以的 这个证呢 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会认为说 行政许可呢 它只涉及我这一份 我呢 只要资格是符合了 你得把证给我了 这是一个一般的原则 但是我排污水呢 假设排在一个小村子里 里面住着村民 像老陈呀 像这个小夏呀 也不是小夏 小尚呀 小孙呀 小王呀 他们是不是不乐意呀 他们可能说是这个健康会受影响 所以我们的行政许可呢 它可能会涉及到别的人 这个时候呢 我们得把这些人聚在一起 来坐下来开个会 叫听证会 会呢 得有人主持 但一般的话 这个许可他前提 会有这个人去专门审核我们的材料的 我们要求是 当开会的时候呢 主持人他不能够是以前审了材料这个人 怕是有人先入为主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回避制度 后期还会去具体学习的 先了解一个大概含义就行了 再一个是 考试呢 除了刚刚我所专门提的两项之外 剩下的这些制度 我考试以前也考过一回 十年中考过一回 怎么来考呢 说以下选项中对于我们这个行政程序法的制度的描述中 正确的是哪个选项 是要求咱们去理解这些相关的制度吗 确实是的 但他只是要求你能够把这个大面上的意思 能够去推出来就行了 比如他这么来说 看我们本页上这么两个制度 他会在选项中出个选项说 回避制度呢 是指行政主体依法获取公民法案 或其他组织的个人信息 从事经或其他有关活动的这个信息 以及有关证据材料一切 一种行政程序制度 我读得非常快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他考法是就是把我们的回避制度 和我们的其他制度呢 给他混在一起 要你挑出来 哪个是匹配对的那就行了 这是非常简单一种考法 所以大家不会做错的 一定不会做错的 好了 这第二三制度叫回避制度啊 第三次呢叫行政调查 行政调查在后期咱们还会接触到的 比如我们说是 这个行政机关要对我们去处罚了 要罚款了 那么罚款前提不得是你去调查一下吗 调查一下我是不是做错了 没调查就罚可能吗 不可能的事情 这叫行政调查制度 第四项叫告知制度 也是后期会学习的 它指的是 当一个行政机关 你要对我做一些行为的时候 比如那要罚款的时候 你要不要告诉我 我拿错了 为什么罚我呀 这是必须要有的 无论是我们的行政许可 行政触发 还是行政强制 一定得事先先告知 我理由是什么 那这是一个告知制度 它叫事先告知 第五三那叫催告制度 也是后期会学一下 先举个例子 大家学税法呢会学习到 比如说我现在交税的时候呢 我不交 我就拖着不交 那么行政机关呢 要对我去加书一些支纳金 结果呢我还不交 怎么办呢 他们能够去马上直接把我们的账户钱划走吗 不能够 我们要求是 在强制之身前 你得去先发个催告书来催催我 怎么催呢 一张单子上面写着说是 谁谁谁 郭文静 你怎么怎么怎么着了 现在我来催你再十天那把钱交给我 不交的话呢 不好意思 我要去强制执行了 所以这就是个催告制度 它要求是 咱们在进行一些行为之前呢 要先催一下 再去强制执行 这是我们的第五项制度 叫催告制度 第六项叫 告制 第六项叫这个听证制度 刚解释过了 像我们的行政许可和处罚以及强制中 都会反复看到这个制度 这是我们的听证制度 我就不再去解释个概念了 没有什么必要 第七项提醒关注 在我们的实项里面 第七项是非常关键的 它叫行政案卷制度 名字特别的出现 来解释一下 到底什么叫行政案卷呢 给大家写了一下 行政案卷它一个整体上的含义总结 行政案卷 它其实说白就是要根据笔录去做决定 看一下第六项 我们说第六项一个听证的话 类似于是要开一个会 咱们来说到说到 我说是我是对的 你说是你是对的 咱们来开个听证会 那么开会要做记录吗 要做记录啊 跟大家平常的咱们公司开会是一样的 有人在记录说是咱们会呢 说一些什么东西 结论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案卷了 咱们听证会 它也得去有一些记录呀 有人去签字 这就是我们行政法上的案卷 最后呢 我们的行政决定 要根据什么做出 要根据咱们这个记录来做出的 上面写的说是 谁说什么什么话 最后呢 结论是什么 所以我们的行政案卷 它指的就是 根据笔录来做决定 这就是一个行政案卷制度 它的一个最终含义 所以啊 一大段话不用去背它 看也就行了 只要把要点提出来之后呢 咱们是做题一定不会做错的 说行政案卷制度 它又叫案卷排他行制度 它指的是行政机关在做出决定的时候 应当以行政案卷为根据 行政案卷 它就是一个我们的听证的笔录了 不能够在我们的行政案卷以外 就这个笔录以外 以我们的当时呢 根本不知道的事情 或是一些没有经过我们 这个辩解的理由去做出行政决定 这是我们的行政案卷制度 只要记这么一句话就行了 行政案卷制度 它就是根据笔录做决定 这是我们的第七项制度 先讲到这啊 能够理解它什么意思吗 哈里说什么 说这门课 我听得好犯困呀 是这样的哈 我说过好多回了 行政法呢 是大家没有学习过的 你是一定听不懂的 如果说感觉哪地方呢 咱们听不懂的话呢 没有关系 你可以下课来跟我交流 但希望大家在课上 不要说太多的话来影响其他同学 好吧 包括是在过程中呢 假设你感觉呢 听不下去了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稍微休息一会儿 这不是一个这个警告啊 是这样的 我也考过试 而且很多的试 我每次听课的时候呢 都是听一会儿 睡着了 睡过去了 再醒来 再继续 所以这本来就是 学习一个人之常情 那么这个时候呢 咱们应该去做的事 先去缓一缓 再去回来 包括是 我跟大家说过了 这一科呢 我们是好多点 他考是不考的 但是哪个点 他会考的话 我会提到的 会专门说 这项很重要 所以呢 前期你打短没有关系 当你听到我说 这个点是考生 非常爱考的 要去好好听的时候呢 希望你能够打心上来 好吧 好 来 第八项叫说明理由制度 也是很好理解 它又叫附加理由制度 指的是 现在我们的行政机关 你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呢 要告诉我 为什么 你要给我罚款 为什么呀 你要让我来交些政大金 为什么呀 你不给我行政许可 为什么呀 要告诉我这个理由 这是第八项制度 第九项呢 是考试中非常爱考的 所以啊 到目前为止呢 我说过的第一项 要记的是我们的行政安全制度 第二项是教室制度 它两项是我们十年中 考两回之中 最爱考的这么两项制度了 还是我们通过这个名字的话呢 你会感觉很难理解 特别的晦涩 把握一下 在后面我所括的这几个字 教室制度啊 你从名字的话呢 绝对是看不出来 它在说什么 教室它就在说 我们的行政机关 在做一些行政行为的时候 你要告诉我 我能够怎么来保护我自个儿 说白就是 大家平常呢 会看到我们有一些这个交警罚款的事情 对吧 交警罚款呢 会出个小罚单 上面呢 写清楚说是 在什么时候 那谁谁谁呢 哎 你这个干什么干什么呢 可能说闯红灯了 所以说现在 我要对你罚款 二十二两百块钱 下面会写一大段话 大家可能不会看啊 他会写说是 那么在 收到这个决定书至起 多少天 你可以去向我们的哪个地方的法院去起诉 或是向某个机关去申请复议 这就是我们的教室制度 它叫告知救急 我们前面说呢 救急的话 其实它指的就是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我们在维护我们的权益 这就是一个救急的含义了 所以呢 教室啊 它指的就是 我们在告知救急 当大家能够去记住这两个 这几个字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做题做我们这些相关的题目 没有任何的难度 来 这是第九项制度啊 需要去适当的着重关注一下 教室制度 我们在个教室里面的话呢 包括一些这个整个的内容 但内容呢 我没有画星号 没有去标颜色 是因为内容不太重要 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下 我们的教材 这个材料的描述呢 它所体现是哪项制度 就完全足够了 简单过一下就行了 教室制度呢 它包括了 行政机关要告知相对人 向哪个机关来提出一个法律救急 就你向哪个机关去起诉 去申请复议 包括是什么时候去申请复议 或是起诉 还要告诉我们说是 这个时候呢 我去起诉或是去复议的时候 以书面还是口头形式 那这其实总结起来就是 要告知救急的途径 别的不用去管它 不用去背这个内容啊 没有任何的必要 当行政机关 他不去告知的时候呢 不好意思 他错了 他违法了 所以他违法呢 他该去承担一定的责任 这是第九项制度 叫告知教师制度 最后一项的话叫实效制度 简单了解就行了 它指的是我们的行政主体呢 对我们的行政行为 要给一些时间上的限制 以保证效率和保证当神去行事权利 那么后期会学一个什么呢 会学一个咱们的行政费和行政诉讼 那么行政费呢 会给我们的老百姓一个时间 你不能说是今天罚款了 要求我明天去负义 明天不负义的话呢 我就不能过去负义了 可能吗 不可能 要给我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 比较长的时间 让我去保护的权利 那这是我们的实效制度 好 实效制度呢 咱们先讲到这 来 来问大家这么一个问题啊 判断政务 听题啊 题目呢 说什么 一个选项说 说明理由制度 它指的是说 它要求与纳税人 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这个事务人员 在涉嫌 我们要去调查偷税案件的时候 应当去主动提出回避 这句话 说的是对还是不对 我再说一遍 说说明理由制度呢 它要求 当我们的行政 那行政机关在调查一些涉税案件的时候 应当主动提出回避 对吧 对非常棒啊 这就是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的制度 它的个好法了 完全是种好法 非常简单 所以呢 千万别去 因为我们感觉东西好像比较难理解 所以我就放弃了 那这是我们的有关于这个制度了 来看到题目啊 18年的单项选择题 很长的一段话 但是不要去害怕 我们看行政法的时候呢 会发现很长一段话 会很让人头疼 但是提炼下关键词之后 哪会发现 做题没有那么难 题目说 有一个事务机关 他决定来撤销某项行政许可 对当时的权利义务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说根据什么什么条例规定 该事务机关应当在撤销书中 告知当时来申请赋议的权利 和一个相关的实现等等的 他所体现的是哪一项制度 很长的一段话 其实呢 他在问说是 我们的行政机关应当告知 相对人可以去赋议 体现了哪项制度 A项没啥问题 我们看到这个告知复议 或是告知申请 告知起诉 他们都是在告知救急的途径 包括这个实现之类的 所以他们所体现的是个教制度 因此呢 选的是A选项 这是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制度 先讲到这儿哈 东西比较多 比较碎 我们大家下课呢 带领一下 包括是每天我会给大家去出三句话 一定要去给他读两遍 会感觉做题呢 是比较顺手的 好 那么第三个大点的话 是我们行政程序法 一项单拎出来的制度 叫政府的信息公开制度 他在说啥呢 他在说啊 我们政府呢 有好多事情 你该把这个事情呢 让我们老百姓知道 让我们能去查询 其实一般呢 我们在说 我觉得的话 他都会有些网站的 然后网站上呢 是有些纳事人士 失信人 他都会公布出来的 这些呢 都叫一个信息公开了 考试对他考过吗 考过 单考案例嘛 根本不考 考一些文字的游戏 来咱们来过一下 看一下这个制度在讲一些什么内容 包括是考点在什么地方 首先第一个小点是 政府他在公开信息室有哪些限制 第一句话呢 废话说不能够来危害国家安全 如果说这样的话 你出的话 你选不对的话 真的是确实太不应该了 第二句话呢 很关键 这句话说 我们的行政器官 不能够公开涉及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 别个人隐私的一个政府信息 他其实感觉好像挺好理解的 必须是秘密嘛 对不对 但做题呢 可能会做错 为啥呢 因为涉及国家秘密的 他是绝对不能够公开 是没有任何的例外情况 但是呢 我们说涉及商业秘密 或是个人隐私的 只是一个原则不公开而已 所以呢 当经过权利人同意公开 或是咱们的行政机关 认为说 我必须要公开的时候 这时候呢 是可以来去公开的 所以总结一下是 公开呢 是一个原则 而不公开是一个例外情况 我们说有一项制度叫公开制度嘛 所以是大部分应该去公开 但少部分是不能够公开的 里面再细分是 国家秘密是绝对不能够公开 而商业和个人呢 他们只是相对不公开而已 来 简听题啊 考试的一个考题 判断选项的证物 选项说 行政机关不得公开 涉及国家秘密的这个相关信息 但是上级行政机关 统一的除外 再说一遍 判断证物 行政机关不得公开 涉及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 但是上级行政机关 同意的除外 错 看 这就是考试的考法了 就这么来考 所以没有什么太难的地方 不要给自己太吓到了 第二句话 请判断证物 说行政机关不能够公开 涉及个人隐私的一个政府信息 但是经过权利人同意公开的 可以公开 对不对 对不对 这回对了是吧 好了 没啥问题 那第一个考点 咱们就掌握住了 在政府的信息公开下面 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第二个小考点是 有关于政府信息公开 一个实现要求 考试考过吗 考过 但是很久很久以前考过 那么一回 考啥呢 完全就考一个时间 那么我先说一下 在我们的行政法中呢 大家会看到很多个时间 但是在我讲的时候呢 一般都会略过的 为啥呢 因为每年考试的时候呢 考时间也会考核到的 但是考的不多 再一个是 他有这个道理吗 没有道理 所以我会在行政法呢 全部讲来后 把这一章的一个重要时间 全部做一个汇总 所以到时候呢 咱们先去留存一下 我说是留存 因为时间太多了 马上被不下去 而到后期呢 来抽空去把这个时间来过一遍 就完全足够了 这是我们的时间的相关内容啊 我说一遍 大家以后不要再去反复说 哎呀这个时间没有讲 好吧 他没有任何的这个道理 没有任何的性价比 好 那么第三个政府信息公开下的小点 咱们叫政府信息公开一个费用 那么他呢 有个原则叫原则不收费 说的什么意思呢 他意思在说 现在当我们想去 我们这个政府去申请一个公开的时候呢 想查什么信息 原则上是不能够来去 人家问我们要钱的 毕竟啊 政府信息呢 他其实本来就是应该让我们知道的 所以是原则不收费 但是呢 后半局有个例外情况 说申请人申请公开信息的一个数量和品次 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 也可以来收取相关的费用 那么费用呢 它也是我们的整个行政法里面会涉及到一个小考点 是指在一个地方考吗 不是的 目前是第一张 会有一个政府的信息公开的费用 下面呢 咱们会看第二张 有一个行政许可的费用 有些绝对不能收的 有些相对不能够收的 后面还会看到一些其他的费用 像我们的行政强制呀 行政触发呀 听证的费用啊 那么这些的话呢 咱们也都是要去对比的东西 所以呢 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道理 道理就是原则不收费 那么例外的话呢 可能会收费的 所以我们也是在后期会去总结一下的 把整个时间和费用呢 咱们再总结在一张表格中会好气一些 好吧 这是一个费用的相关问题 先了解到这就行了 好 那么目前的话 咱们把这个第四个点已经讲完了 是有关于行政程序法 和一个我们的行政程序制度的相关内容 了解到这就完全足够了 那么最后一个大点是 第一张的最后一个考点 说考点呢 太高看它了 这个标题下面会涉及很多内容 而这是特别的灰色难懂的 但是呢 它考点特别的固定 时间中只会考那么一回 而且就考那么一句话 来咱们先过一下 什么叫行政事实行为 概念不用管它了 特别难懂啊 那么我们上节课呢 大概提到过一回说是 行政行为啊 它有一个广义的含义 行政行为呢 它其实可以细分 分成一个行政的法律行为 行政法律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 后期呢 我们会学习民法 民法的话 也有这么一个分类 分成一个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的事实行为 那么我们在前面所学的一些具体行为呢 它其实都是行政法律行为 一般都简称是行政行为 所以后期咱们看到的所有的行政行为 它都是这一类 而行政事实行为呢 我们只会在本章里面看到这么一处 所以说先去过掉它以后呢 不要再想起它就行了 只是我们一个大的分类 先看一下咱们的行政事实行为 它有哪些特征啊 在整个这一页中呢 我标凰了这么一句话 说行政事实行为 它没有一个法律的强制性 怎么来理解呢 看一下下面这个例子 我们的行政机关系发布信息 常见吗 常见 有时候是网站上会公开一些信息 或是呢 我们会在一些短信上 收到一些相关的信息 疫情信息啊等等的 公开一些情报呀 或是呢咱们有一些方式 进行行政疏导 那我们以前会看到 这个行政指导性呀 政府呢发一个文件说 我建议大家非必要不出京 建议大家不要买外国的什么什么奶粉 建议大家呢 现在疫情比较的严重 所以呢咱们不要去出国旅游了 会发现这些事呢 它有一个特征就是 它好像跟我们呢 又有关系 又没有什么关系 对吧 好像是跟谁都有关系 又好像是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它没有什么强制性 但像我们的行政处罚呢 它让我去交罚款 有强制性吗 有强制性 税收呢 有强制性吗 有 这个税呢 我必须要去交的 但人家发个信息 有什么强制性吗 没有 所以这就是一个行政事实行为 不用被概念 没有任何的必要 看一下它特征呢 就完全能够理解它了 而且它考点特别固定 还没有考核到的 来 看一下我们的行政事实行为 它有哪些特征 还是简单了解 就完全足够了 我们教材说 行政事实行为呢 它是一种公法上的行为 怎么要理解 其实行政法 它就是公法 什么叫公法呢 我们后期学习民法 比如说呢 我们合同法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民法范畴 当我跟这个Amy 我们俩签个合同的时候 我违约了 我不去给你付钱的时候 那你要去告到法院 问我来要一些钱 这个时候是我们的法律 在保护你的一个私人利益 对吧 所以咱们说是 民法它是一种私法 私人的法律 而行政法呢 行政机关法 我是为了某个人吗 不是 它是为了整个国家 很高大上 所以它是为了公共利益 因此行政法 它就是一个公法 这是行政法 整体的特征 而不止 不只是现在 行政事实行为里面 这第一个特征啊 第二次 我们说行政事实行为 那是一种实施 行政职权的行为 我们平常会收到一些 像联统和我们的移动 发一些短信啊 天天在发说 我们朝阳区要组织 一个大规定的核算 这短信难道是 我们的通信公司发的吗 其实不是 是通过一些行政职权发的 他们有什么 这个强制性吗 一般是没有的 有些是要求必须做 有些呢 是我们要开展一个核算检测 但是你参加不参加的话呢 咱们没说 没说强制参加 这是一个 没有什么强制性的行为 但是呢 它也是我们的行政机关 再去履行职责 因为发这个文件的话 一定不是他们自个儿 最远发的 是国家所下的一个指令 对吧 所以它在行事 行政职权 第三个特征呢 不用去管它了 因为它确实很难理解 所以说行政事实行为 不以产生法律效果为目的 那么像我们的行政处罚呀 行政强制呢 你会发现 他们有个特点是 当我的这个前辈 行政机关罚的时候呢 那我可以去告他 咱们会形成一个 行政法律关系 但是当人家行政机关 发一个文件说是 建议大家不要出京 我建议大家呢 咱们现在不要去买什么 外国的奶粉 不要买那个奶粉 买国产就可以了 我说外国呢 有些什么什么问题 那它是跟我会形成 一个什么关系吗 不会的呀 我摆后不摆呢 是看我自己 这是我们的行政事实行为 它一个三项特征 需要去简单了解 就完全足够了 我们说原则是行政事实行为呢 它没有什么法律居数力 但是也不排除它 有的时候难免会造成一些 相关的这个损害 有损害的时候呢 要去赔偿 这是个大的原则 在整个的行政法中 都是一个大原则 当行政机关 你的做法错的时候 导致侵犯到我们的权利的时候呢 你不赔 能说过去吗 说不过去 这就是行政事实行为 它一个特征 是不是听了跟没听 没有什么区别啊 对吧 不用着急啊 还没有到考点 那么我们叫上来说是 行政事实行为 它可以分成这么三大类 了解其可 来匹配一下就行了 一种叫执行性呢 一种叫通知 一种叫协商 来咱们通过这个名字 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这个举例 能够对应上就行了 首先第一种说执行性行为 什么叫执行呢 我就是一个干活的机器而已 我没有任何的意思表示 所以呢 当工商机关 他根据 行政处罚决定书 进行一个没收物品的时候 那么对没收品这个事来说呢 它是根据已经有的书 来去没收的 类似于是 当我们公司 我们这个违法的时候 我不能算违法 当我在公司呢 我早上不来上班的时候 我来迟到 我来早退 然后呢 公司这个领导 给我出一张决定书 说是要扣我的钱 这是这个时候呢 已经有一张决定书在了 它才是主体的 影响我的权利的一个决定书了 那么出完之后呢 人士来执行了 就扣钱了 人士呢 他去一问我要签这个行为 是在影响我的权利吗 其实不是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因为这张决定书 来影响我的权利了 这是我们所谓一个执行性行为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干活的机器而已 没有什么内心的意思表示 这是第一种分类 如果说卡的话呢 可以稍微退出去重建一下 第二种叫什么呢 叫通知性事实行为 第三种叫协商 那通知就是 我们行政机关呢 跟你说一些话 但这个话呢 只是一些劝告而已 或是咱们就是一些报道而已 有什么强制影响吗 没有 甚至是你什么想法 咱们行政机关根本不关注的 要典型的是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建议大家不要出国旅游 建议大家呢 咱们不要去 非必要不出京 或是劝大家不要出京 或是劝大家不要去出国旅游 这些呢 其实都是一个通知 但这个通知呢 你干或不干的话 没有什么大影响 那这是我们的第二种情况了 第二种分类 第三种呢 协商看到了 限定行政合同 跟公民协商沟通 那么协商呢 他就对的是协商 这是行政事实行为 他的一些种类啊 了解即可 来 考点来了啊 这是我们在这个标题下面 唯一的考点 唯一的考点 考什么呢 在行政事实行为中 有一个行政指导 什么叫行政指导呢 刚刚说过好几回了 说建议大家呢 咱们非必要不出京 建议大家呢 咱们不要出国旅游 这些呢 其实我们总结一下 就给他叫行政指导 起个名字 叫行政指导 他人完全没有强制性的 那么国家说建议呢 我不出京 他说强制不出了吗 没有说呀 虽然在实践中呢 咱们说的建议啊 好像内涵是这个强制 但人家没表达强制的意思呀 对吧 或者建议咱不要去买一个 外国的什么东西 只是建议呀 你也买不买的 人家能管得着吗 管不着 所以他没有什么强制性 既然是没有强制性 我是不是能买能不买 能出京也能不出京 既然是怎么干都行 那么我能不能说是 对行政指导去起诉呀 不能够 因为本来就是我可以不去干的 但我非要去干 不好意思 这个时候呢 想起诉没门 所以呢 唯一的考点是 对于行政指导来说 我们不服的话 是不能够拿起诉的 那这是我们整个行政 事实行为下面的唯一考点 是要去掌握住 后期呢会给大家去总结 在我们的每天三句话里面 再去多看几年之后呢 就能够去理解到了 别的话呢不用去管它了 好 这个是现在呢 是我们的第一章的最后一个点了 来做个小总结吧 把我们的第一章里面 剩下这个行政行为呢 给大家做个小的总结 东西啊比较多比较碎 可能都已经忘掉了 再也是 这一章呢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考点 所以咱们来看一下 重点就完全足够了 在行政行为下 我们讲到了这么五个点 分别是行政行为的基本理论 一些简单的概念性的东西 有抽象的行为 有这个具体的行政行为 那么本节课 我们是从具体行政行为 这开始往下讲的 第四个点是 行政行为程序和行政程序法 要点在哪呢 要点呢 第一个就是 在基本制度上 有一项制度叫 行政案件制度 有一项叫教室制度 行政案件呢 它等于根据笔录来做个决定 而教室等于告知救急 这两项掌握之后呢 咱们就完全足够应对 我们的行政行为程序法 这的一些相关考点了 那再一次 适当的关注一下 咱们的政府信息公开这 国家命名的是 绝对不能够公开 而其他呢 商业和我们的个人隐私 是相对不公开 而不是绝对不公开的 最后是一项行政事实行为 只用去了解 在行政指导这呢 它是非强制 以及不可诉的 就足够了 考点不多啊 那么目前是 7点53 咱们修个10分钟 第一张呢 大家感觉很辛苦啊 所以先去换换脑子 该透气 透一下气 该去起来 蹦蹦哒哒哒哒 咱们来蹦哒一下 等修10分钟之后呢 咱们来回来 开始看第二张 行政许可了 好吧 修10分钟 我们10分钟之后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